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今天邀请到熟悉台湾正庆 也熟悉两岸正庆 也熟悉国际关系的郭一铭 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郭总编 我们看到菜类豆真的是热闹的不得了 从郑文菜一路又经过柯文哲 接下来已经到郭欣良 这回到陈霆飞和王令宇了 而且他们每个斗都是有代理人在前头 说真的这些代理人还真倒霉 后头虽然是蔡赖 表面上都是他们在前面 身先世主 而且把他们的家底 全都翻了一个顶朝天 不管是秦色 而这一斗 其实我们上述我们过去的录影 可以说从2022年一路就已经开始斗了 当时候罗智正 他就已经被斗了 然后后头有赵天宁 这一系列都非常令人觉得是折折撑起 而且总是跟钱跟色有关 特别在2023年从3月以后 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一年半都还多了 这个斗好像完全没停 而且一开始人家说是咱们造谣 现在证明我们是独家 而且是完全正确的观点 他们确实在斗 不但在斗下头人是已经死伤无数 我们这样计算一下 这一年半18个月里面 中箭落马的不管蓝的绿的 或者是白的加重起来 已经超过200人 甚至300-400人都有了 而且斗的成绩越斗越高 连那个储君 这个郑文山都已经斗了 或者是准备要干台南市长的 不管是陈宁飞或者王定宇都已经斗了 那您认为这个菜类在这样斗下去 包括他们的金主或者是搞光电的 都一个一个斗下来 您觉得这样结果会是谁胜谁负呢 还是双方都投不到好处 还是说有谁可以得余庸之力呢 走边 欧教授您刚才数了那么一圈 让我想起 我过去多次去采访台湾的大选 那么台湾的选举给我的印象 过去绿营指责国民党是搞黑金政治 就是过去在李登辉那个时候搞选举 那主要就靠国民党在各个基层 包括这些社团 包括这个居民基层等等呢 去搞这种黑金政治就是派票 就是买票 这种各种传说都有 那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关于这种买票的传说 千奇百怪 但是后来呢 这个情况呢 逐渐在说实话的 逐渐在改变 改变什么呢 到了马英九 马英九外号不沾锅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应该说他这个对于国民党的 犹豫 这个李登辉当时开头的这样一些做法 这个黑金所谓的这样的做法 他取得很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不做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事 不主张 不等于说完全没有 但是呢 有很大的改变 但后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绿营的这个做法呢 就是过去绿营 是以反对国民党贪腐 反对国民党黑金 这个口号来起家的 但是现在因为绿营 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 比如过去蔡英文执政八年 然后直接的拉近德要接着执政 这种情况呢 就让一些 包括之前的阿扁的这样一个八年 这样的绿营的这些呢 慢慢的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 所谓的既得利益团体 这些人由于绿营一些 在一些地区里面 长期执政 那么变得有恃无恐 那么就开始来了 现在就不仅仅是黑金的问题 包括色情的问题 包括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 所以你刚才讲到的这些人 王定宇也好 程廷飞也好 都是他们特别是在台南这一块地方 台南这个地方跟台北这个地方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台南毕竟远离台北的这种文化政治的 这样一个都市 比较众人情味的这么一个社会 那么过去长期以来 哪怕在蓝营的这个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台南这个地方呢 都是属于绿地 属于绿地 这种情况下呢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一直的 这些人那就是 现在就是无所 这个应该说是任何 无作非为 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被现在被捧出来 也就是说大家要追究 究竟你在蔡英文任上八年 你是不知道啊 还是你重用他们这么做啊 那为什么现在赖金德要来清理 或者来清算他们这些人呢 是不是这些人 没有跟他在一个 完全不是一个派别的 不是一个山头的 说白了 就是不听话 不听话我叫收拾你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一挖出来 或者一抖出来 其实翻开来 就是绿营的政治文化 不堪入目 胡教授 是过去啊 李登会用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国民党啊 出场了的地方派系人士呢 要不是大家的仔细拿放大镜看呢 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因为他们都是大老板 结果呢 先出来当然很多地方呢 就有些是开撞球间的 或者是开这个电动玩具店的 或者甚至是有些 这个歌厅舞厅是由他们开的 但是他们至少 明目上都还是大老板 但是现在的民进党呢 就不太一样了 他们呢 是直接是情怀河畔 旁边的这个马夫 或者是这个花儿小姐 花儿姑娘 那么这个其实啊 情况就等了下之了 也就是说 他直接从海里面的人啊 上来搞政治了 而不是呢 找胡雪岩 这些老板级的人呢 搞政治 您觉得何以致之呢 民党为什么怎么选 都往这些人的身上选去 还是说像罗志正这种 也是博士教授的人 为什么选上了以后 所以玩出来花样啊 也跟台南这些人 差不了好多呢 总编 这就是一个风气 因为这些人过去本身 我也讲过就是 绿营他的起家本身呢 就有一个特点 这个起家的特点就是 没有底线 只讲胜负 只要赢 那么什么事都可以做 那过去大家 因为绿营很多都是 属于基层出生 口根出生 这些人 反正他没有什么可以丢的 你说要什么这个脸面啊 或者什么自尊心啊 或者什么颜面啊 或者什么羞耻 等等这些东西都太奢侈了 我就要赢 赢了以后 我就可以吃箱子 喝辣的 然后我的本性 本来就这样 所以这些人 你刚才讲的说 这些人 为什么他就成了这个 在绿营里面 成了这个政治的宠儿呢 因为他有一个 别人这个没有的 就是他没有底线 所以他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敢做 于是他就比别人 要有多了一项 这个优势 是我想起啊 这个国民党的之前的大佬 王建轩后来也成为新党的这个大佬的啊 王建轩说过一句话 当街脱故事 非不能也 乃不为也 现在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政党 有某些从政人物啊 他呢 呃 当街脱不脱故事 我们是不知道了啊 但是呢 当街呢 玩桃色新闻 是不但为也 而且呢 是为了很大量 并且呢 是尽力的 大言不谈 对对对 大言不谈 我就这样了 我就这样了 你怎么的 使命必达 只要选民有所要求 服务必到 而且必定到家 从北到南 绝对不会有差词的 从北边的王世坚 服务到杨明山 到南边的这个啊 呃 我们说赵天宁 服务到天上的摩天伦 到这个王立宇 还有陈宁飞 他们呢 都是选民服务做的很好的人啊 感谢郭总编 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欧教授